她是最有梦想的企业家之一 却被人称为疯子 你说我是疯子 我认为我不是疯子 她是最有情怀的企业家之一 为此不惜向国家恳请一次失败的机会 总有一天 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 她的企业 已是最能赚钱的公司之一 她却突然改变梦想 一个已经做了18年的梦 记载了她的酸甜苦辣咸 一个充满变数的梦 承载着一代企业家的何种使命和担当 为中国的能源安全 和全球的能源科技 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 我们一直在努力 绿色家村 整个是国内是没有人做 您这个梦想是一个产业的梦想 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双碳的一个梦想 整个就形成一个假人经济链 所以这条路线 现在我们认为 应该已经到了黑化结果的时候 对话正在播出 大家好 这里是对话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节目将继续我们的 对话老友记系列 又会是哪位对话的老朋友 带着他们的产业新梦想而来 重新登上他们熟悉的对话舞台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它 我原来的梦想 要让中国人一年的输入 能够买一辆轿车 我现在的梦想呢 用绿色甲醇破解世界双碳难题 欢迎我们对话的老朋友李淑福先生 再次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开心啊 老朋友见面 这算起来我们得有二十多年的友谊了 我开始有了 有了 非常想念你 我也非常想念你 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对话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原来你们是在Media那个地方吗 不在这儿吧 对 那是我们的办公室在那儿 现在很早了 很早了 对 对 记忆犹新 你这很早 场景是记忆犹新 我们一起来回到2001年12月23号 我们两人开始的那场对话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对话节目的现场 欢迎您的参与 很多人说呢 你是一个汽车疯子 你说我是疯子 我认为我不是疯子 中国汽车工业它一定要崛起来 让中国人一年的收入能够买一辆轿车 我觉得李束缚 李总呢 现在这个得到的还不是奶酪 你得到的只是寻找奶酪的权利 你作为一个民营企业 怎么样到达这个门槛 你前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困难 你必须充分估计到竞争对手 和外部环境的对你的压力和挑战 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它一定要起来的 我们中国汽车工业不但说 它为中国市场提供服务 它还要为世界汽车市场提供服务 这是肯定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俩共同想起的 2001年的那次对话 您的这个场景记忆特别的准确 就是有特别多人 其实在特别多人当中 也有特别多质疑的声音 总觉得我的想法得不到大家的支持 有时候确实受到打击了 受打击了 对 但是我没有脱想 就是面对那么多的质疑 你怎么就可以勇敢地往下走 这还是一种理想吧 就现在都讲梦想嘛 也一样 以前我们也说有梦想 年轻就有梦想 现在我说也有梦想 但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确实是一腔热血 对 一腔热情 为国造车 这样的一种梦想 为老百姓能够提供 一年的时候买一辆车的 这样的一种梦想 这次是我们的第十二次的对话了 在过往的十一次的对话当中 每一次都会带梦想而来的李舒福先生 究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表达过什么样的一些梦想呢 来看一看我们精心制作的这份梦想清单 梦想清单上列的每一份梦想都实现了 此刻您的心情是什么 真的说基本实现 没有完全实现 哪一个目标你觉得没有完全实现 你比方说中国人一年的收入能够买一辆轿车 这个是实现了 是 那吉利奇说走遍全世界 我觉得当了现在如果说把我加进来 也算是走遍全世界 但是这个比例太低了 规模还是不够的 创造全球型的企业文化 我们在努力 我想我们现在叫充分数学 依法合规 考核清晰 公平透明 这样的一种文化 我认为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 其实叫ESG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这会儿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不错 您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梦想 是用绿色甲醇破解世界能源和双碳难题 这个梦想是从哪一年开始孕育的 应该就是十七八年之前的话 我们就在思考中国的能源 依赖进口的比例太高了 那个时候有百分之七八十吧 现在也有百分之七十左右 还是依赖进口的 那我们如何把绿色能源 在中国通过自身的科技 能够实现绿色能源 为中国的能源安全 和全球的能源科技 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 怎么能够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 那之前在节目当中 为什么就没有听到过 你谈及这个梦想 那个时候是一个启蒙 这是一种概念 一种规划 一个方向性的一种思考 什么时刻启蒙过你 一开始我们这个梦想 没有说哪一本书告诉我们怎么做 七八年前吧 我发现了有一本书 跨越油气时代假成经济 就是美国的叫乔治欧拉 他是诺贝尔奖 或者是这样 他是一个化学作家 他认为跨越油气时代的能源 一定是甲醇 因为到今天为止 世界上的能源主要还是 汽油和柴油 交通的能源来讲 可是这是不可持续的 它是一个太化石能源 当这种太化石能源消失了 用光了怎么办 所以他提出了一种理论 要把排放在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 和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的 不稳定的循环能源 结合 变成液体的 可以常温常压 保存的 这样的一种能源 我是结合中国的能源结构 以及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这是一条 截图广阔的 企业发展的阳光大道 如果是17、8年之前的您 其实你才拿到国家的 这个轿车准生证没拿到多少年 按理来说应该是全力以赴的 打造你的国民性价比高的轿车 那你又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这位汽车工业 全世界都上百年了 那我们怎么跟人家竞争呢 你这些杀手戒呢 独辟蹊径 你如果走的路和人家都一样 那就竞争不过人家 你这走路都没学会呢 就开始想飞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好高骛远了 梦想总是要有的嘛 是不是 你这个连梦想都没有 对不起 我们要有梦想 可是那个时候 17、8年前的这种梦想 能不能实现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方向 所以一直努力到今天 从来没有放弃过 就是否定你的人 质疑你的人越多 你偏偏又做出一个成绩来给他们看 我认为这条路 现在没有得到大家的广泛支持 总有一些 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 我是充满信心的 您认识的人 当听到您的这个新梦想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太相信的眼神投向你 太多了 有多少人相信啊 大部分人都是不相信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说我们要主动的再到真理这一边 而不是要求真理再到我们这一边 而真正明白真理的人 不会太多的嘛 那如果说大家都知道了 还用得着我们研究嘛 您旁边的这些朋友 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反对你的这个梦想 反对我的梦想的人 他的方法多得很啊 比方说表面上讲 好好好 很好啊 董事长 你这个决策那是好的 我们继续响应 然后另个头他就不干了 这个过程是很凯克的 内部的话 当然大部分人都不太同意 这个觉得不靠谱嘛 咱们现在极力做得好好的 你又要开始搞假纯汽车了 这是 是是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这个新生事物 你要大部分人都知道 这不可能 一个新的规碟一提出来 大部分人都说 这个是好的 那就不叫新的规碟 也不叫新的科技了嘛 李道奎先生 如果当年你觉得你会支持他吗 我第一反应啊 我是担心 我是担心 为什么担心呢 我说舒服总做吉利 后来又并购了沃尔沃 这是在汽车行业的传奇性的人物 那是赫赫战功啊 这一生的功名 可不能为这件事所破啊 这个制造业太难了 要做制造业坚持下去 那比很多行业难多了 这个事做成 这是一个生态 从上游怎么生产 绿色的甲醇 到中游怎么运输 到下游这个发动机 怎么能做的防腐 能够提高燃烧效率 怎么能够减排等等 这是一个大产业 这个不容易 今天我们现场的周建群先生 就在吉利 负责我们的新能源商用车 是你专门找过来的吗 他原来是外向的CEO 我2014年离开外向以后呢 我们董事长 让我这里来告新能源的商用车 董事长跟我调了两次 我记得第一次 在2014年的6月18号 第一次调了两个半小时 第二次在2014年的6月27号 第二次调了四个半小时 那七个小时当中 谈到甲醇这个观点 你那个时候是被当作甲醇方面的专家 来谈的吗 你看刚才我说到 你是甲醇方面的专家 李叔傅董事长就笑了 那是他当时属于甲醇方面的 那不叫专家 那是大学生水平 中学生水平 这一直往下进 没有 他一窍不通 他就没听过甲醇其实 那你跟人家谈什么呢 人家对这个领域也一窍不通 看来也没什么兴趣 你怎么放心 把这样的一个新领域交给 一个对他一窍不通的人呢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如果他懂的话 我就不会让他干了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什么逻辑 因为这个全世界没有人 住过这样的这个产业 前所未有的事 前所未有的事情 这是我在想而已 如果他懂的话 他肯定反对我的想法 因为无论是哪一个人 我跟他们去谈的话 基本上都是反对的 没有人支持的 到今天为止也一样 也不是说都支持 我们是从事产业化的 对 是要拽钱的 如果不拽钱呢 他是走不动的 是扑财倒闭的 所以周总 他如果当初 就像您一样的 知道这个液态阳光啊 就是把二氧化态 和太阳能合成甲醇 处于那个状态的话 你无论是经济性 还是商业可行性 以及车子还不能上牌照 这个财业列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懂得这样的话 他肯定不盖了嘛 退堂股了 他肯定不盖了嘛 所以我就是认准他不懂 他不明白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东西 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已经搞了十几年了 这样就很快了 你的意思是一个人孤独 还不如两个人一起孤独 他要按照我的意思 去盖就行了 最后几几年能实现 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其实请到了一位你的老朋友 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李灿先生 也跟我们的甲醇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 希望您来科普一下 觉得这只是李舒福先生一个人的想象和奋斗目标 还是从科学的层面上来说 这就是一个解决之路 李舒福董事长这个想法 实际上是顺应现在科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就是把二氧化胎和可再生能源结合 合成可以合成很多东西 其中第一步合成甲醇 这样一个有非常这个诸多这个优秀品质的这个燃料 这是一个现在大家一个共识 它真的能提供动力吗 那大家呢 甲醇作为燃料已经是上百年知道 但是甲醇过去是传统的 从化石紫月合成甲醇 那现在是要从二氧化胎 二氧化胎本来是温室气体 废物 现在把它变废为保 变成了甲醇 早在上世纪初 在汽油柴油还没有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用甲醇乙醇 这些醇类的燃料开车 上个世纪73年左右吧 这个中东啊 这个石油危机的时候 很多国家立马就没油了 那么就上甲醇 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像瑞士 大美国上甲醇 美国也是上甲醇 所以这个时候甲醇就作为一个 替代汽油的一个很好的燃料 已经用在这个汽车行业里面去了 或者拆在汽车汽油里面去 刚才我听到李灿院士提到了一个细节 说美国70年代 曾经尝试过这样的技术路线 后来放弃了 我想询问一下您 后来放弃了这件事 你不觉得这就给自己敲响了警钟吗 不是不是 不是警钟 因为美国根本不缺能源 美国石油天雷器毒得很 它是这样 就是美国它把这些战略的东西都提出来了 但是它要考虑到美国的经济 当时尽管世界范围内有石油危机 但美国是不缺油的 因为美国的这个业业器出来以后 把这个能源价格搞得像白菜价 你看到国际上的油价是张张罗罗的 但美国的整个油是很便宜的 再一个呢美国大的这个数字来讲 它排放二氧化碳量也不少 它的这个钛排放的压力也没有中国这么大 所以呢它的资源禀服调节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我们中国是煤为主的这样一个 能源为主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我们的二氧化碳问题是大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二氧化碳转化成这种绿色燃料 这种液态阳光甲虫燃料 那就是符合国情这种 一种选择 这种选项 这个能够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我们用自己的阳光 自己的风 就能产生了自己的燃料 我们一年70%以上的原油的进口 这个现实就逐步逐步的我们就解决了 这是双碳的一个重要的可抓的一个抓手 因为这是把太阳能风能用来产生氢 然后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捉下来 然后变成燃料 搁到汽车里燃烧再变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循环了 不产生新的二氧化碳 叫碳中和的概念 它不需要新的基础设施 就用我们现成的加油站 现成的运输的基本上不用怎么改造 这是符合国情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何找到一条适合我们走的路 这确实是摆在您面前的一道难题了 因为你看美国那儿 你可能是找不到经验了 因为人家当时试过了 人家也放弃了 那您后来从什么地方 去找到了一些技术的源头 那具体技术我们也都在研究 那么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国家和科学家 也都在研究 冰岛有一批麻生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他们要写毕业论文 老师给他一个指导方向 说你这个毕业论文 你最好写什么呢 就是说你如何把这个电 变成液体的能够存储下来 因为这个电的存储 基本上都是用电磁力存储的 冰岛是一个火塞爆发的国家 它的地下有很多的热能 也有很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他们就在想 把冰岛地下的这个热能用起来发电 同时冒出来那些二氧化碳 和他们利用热能发出的这个电 对水分解以后产生的氢气 和二氧化碳合成 就是甲醇 这样一搞的话 不就是把那个电 变成了液体的能源了吗 所以他们在实验时先做事业 做事业确实把二氧化碳 和氢气合成甲醇做成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需要资金 来把地下的热能和二氧化碳 开发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对它进去投资 所以我就把这个技术 引进到中国 那么现在我们在河南安阳 已经建成了11万顿 你才11万顿的 就把那个石灰厂啊 水泥厂啊 它排放二氧化碳 和它那个焦化厂排放的 那种废的那种氢气啊什么 我们把它全面地回收 就地地合成 甲醇 同时我们把我们的甲醇汽车卖给它 它就用这种绿色甲醇去运它自己的霉啊 还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运费又很低 空气又改善了 是 这个二氧化碳排放没有了 几乎就没有排放了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车子呢 烧甲醇呢 这个甲醇烧了以后排出来这个二氧化碳呢 我就把它收回来 继续循环 继续循环 那司机呢 跑了这样的二氧化碳的这个车子呢 这个二氧化碳还可以卖给我们 我们再通过这种 绿色的循环的这种能源啊 继续合成二氧化碳 就是永远 永动机来变成的 永远不会消耗的这个 2015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个新闻 就是舒服董啊 他们投钱 投到冰岛来做二氧化碳 做甲醇的这个项目 我当时就是愣 我那个时候正是要想把这个项目 我们国内在基础研究实验室都攻破了 要产业化 要做中式实验 这个找这个资金 找这个工业的资助 好像还是蛮困难的 那个时候我一看 怎么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把钱都投到冰岛去了 我这时候记住了这个李舒福 董事长的这个名字 我原来对中国科学院 不是非常的了解 现在我才知道李财月是 也在研究 液体阳光 甲醇 燃料这个他们 其实是不是他们的专长 那么就是我们是研究 怎么把太阳能 风能 二氧化碳水 转化成甲醇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贡献就在 先把甲醇车给造出来 才做花了好多年 因为甲醇呢 它还是有一点腐蚀性的 你放在车上 时间久了以后 你发动机就会坏掉 排气过就赖掉 油泵油箱却坏了 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 很多技术公关的问题 我们的十几年呢 为此而付出了非常大的 这个研发上的投入啊 和艰辛 现在我却解决了 我却解决了 投入有没有统计过 商用车商的投资 这个这八年里 已经超过四十亿了 四十亿啊 那这四十亿是集团的钱啊 还是上市公司的钱啊 还是 集团嘛 主要是集团钱嘛 集团的钱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花 因为就跟CFO说一下 说来投到这个领域去 那他就听你的了 那这个也要算账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也没那么简单 不容易 他们国立成 怎么把我的想法逼成现实 同时又有商业价值 还要具备口 持续发展的这种基础 怎么形成 不容易 他们挺难的 我们这些研发投资商啊 还是比较稳扎稳打的 因为刚才我就讲 我们是商用车行业的新市列 是新市列当中的商用车 那你就看看那些新市列成用车啊 像未来四百五十亿了 烧下去 所以我这个 我幻想因为有一个特点 我跟了老陆 跟了他二十八年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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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志商讲 稳健投资 稳健发展 这个一定要把握这个时机 钱省着点花 其实他这个四十个亿 如果按照整个产业来看 还是 刚刚开始 河海一速 你下面要投的 不是你舒服组 一个人投了 您需要说服这个社会 让很多很多企业家 在上游投 投生产甲醇的设备 投运输甲醇的设备 投跟你有点竞争的 尤其是这个运输车 大卡车 如果这个产业 形成了 您的梦想才能够形成 现在您的梦想 不是一个企业家的梦想 您这个梦想 跟第一次造车 那个恐怕 还有点不同 您这个梦想 是一个产业的梦想 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双碳的一个梦想 宏规的经济学家 讲的话和看到的视觉 就是不一样 我完全同意 确实像 高贵老师所说的 一定是这样的 靠我们一个企业 那是搞不好 这个要很多人采运进来 我觉得慢慢的 一定会有人采运进来的 商业这个东西 它就是那么神奇 我是对这种神秘的商业世界 总是充满好奇 我就是一个商人 所以对这种商业的敏感 我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有这个水平的 这个嗅觉还是有的 刚才舒服东讲他的故事 我也很感动 绿色家床 整个是国内是没有人做的 这是这个 开到了这个未来的能源的 这个发展的趋势 必须在那时候就开始做 在没有人一路同行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种孤独感 是的 我想知道您的孤独感 是什么样具体的感觉 我觉得做学术是这样的 这个所谓孤独感 就是当你没有人在做 或者做的人少 你做的时候 共同来讨论 共同来泰讨的 这个同事就少 跟你竞争的人也少 其实做学术要竞争的 你也做我也做 我们俩这个时候 就可以有激情 就比学感帮超 就有些撞出一些火花出来 你就自己这个人做 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相对写得寂寞一些 寂寞会让你选择放弃 或者是另外选择其他的赛道吗 这个我跟舒服东的朋友 舒服东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可能如果是说 挣不到钱 不能发展 他就很困难 那我们俩做学术来讲 只要你有兴趣 只要你有坚持 有信念 你就一直可以做下去 在李院士的那个领域 他品尝过孤独 在商用的这个领域当中 你品尝过孤独吗 孤独啊 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 是很有帮助的 我倒不怕孤独的 只要能够认证方向 能够有可持续发展的 这种内心的支撑 所以我们一定会 越就是越孤独 越觉得这个前景啊 是广阔 而不是说 大家在同一条赛道上 跑得非常热闹 最后 大家都在同一个方向上奔跑 我认为 可能 自身啊 这个 独辟欺净 与众不同的 这种发展 更加激起我们的斗志 李教授 如果您作为第三方视角 来做一个观察和评比的话 你觉得是您身旁的院士 更孤独一些 还是我身旁的企业家 在独辟欺净 永攀高峰的路上 更孤独一些 都孤独 但是呢 这个 性质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都是人生的历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 李院士的孤独呢 我理解啊 就是找不到人 对话 找不到人去讨论 对吧 就是您搞的这个 绿色甲醇这个项目 我因为我喜欢汽车 很多汽车圈的人就就 过去就十几年老说 舒服那个不靠谱 是讲故事 您说的这个非常的对 就是很多领导 比较高纯的 中央部位的很多领导 也确实缺我 我们公司一个副总 也跟我讲 他说人家都叫你不要搞了 你这个国家也不支持 你搞了这个甲醇的汽车 人家要支持电动汽车 你不是跟国家对着干吗 所以你这个风险很大 都这么劝我不要搞了 但是我认为 国家也不是说不支持 只是说在那个时候 国家它还没有具体的政策支持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们不对的态度 确实让各方面都感觉到 这个是对社会 国家 用户和各方面 它都是 都是有好的 这个正面的帮助的话 那一定能得到 所以我们一直坚持 就我们今天的节目 非常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绿色甲醇 这个要变成一个大的产业 一定要让社会 要接受和理解 就二氧化态变成甲醇 这个事行不行呢 实际上我们科学上 我们已经攻破了 我们这个产业 它现在社会 没有被很好的认可 或了解是因为太年轻 因为它的最大的一个 驱动力是双态战略 所以你这个舒服董 我觉得也不要着急 你现在是个起步的简单 让社会慢慢地接受它 然后呢 这个各部委的领导 他有个接受的过程 对 我觉得现在已经 越来越接受了 其实 党中央各部委 和中央各部委 已经很重视了 已经很重视了 因为原来的话呢 不能上牌照 其实已经上牌照了 中央各部委 已经很重视 很重视很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 也是很有信心的 那跟十年轻 我却不一样 跟五年轻也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是几乎不太重视 现在很重视了 希望这条路上 他们都不再孤独吧 再问一个题外话 经济学家孤独吗 我们的问题 可能相反 是有时候太热闹 过于喧闹 过于喧闹 所以这个批评的 或者赞扬的声音 都太嘈杂 所以我想我们的挑战 是怎么能够 在这种喧嚣的环境中 能够安静下来 寻找冷静 能够思考 长远的问题 所以我特别喜欢 跟自然科学的 工程类的专家交流 让我回归到 这个基础的逻辑 也愿意跟企业家交流 能够描述未来的梦想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 对话由东方豪华旗舰MPV 红旗HQ9 特别赞助播出 甲醇虽好 我们能不能用 举一个例子 就现在在交叉点上 您开甲醇的汽车 李老师开新能源汽车 我开传统的燃油车 咱们三个人 每个月 谁的花费是最多的 应该按照现在的甲醇来讲的话 开甲醇的人省钱更多 汽油的东西是六千多块钱 而甲醇现在两千多块钱 坦实地讲 现在开电动车省钱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没有考虑 我们发电 百分之六十是煤 没有考虑碳排放的价格 所以我们作为开电动车的 我们感到很便宜 但是社会成本比 它这个甲醇要高 主要是成用车 小车车啊 SUV啊 可是大卡车 现在要想 用电池啊 来作为能源的话呢 还是很少的 和在几乎是没有的 对 可是这种绿色甲醇的话 那这双银车上面应用啊 是轻而易举的 我们现在整个推广的 是挺好的 现在所有新势力造车 定着的都是 传统动力电子的电动化路线 假人路线呢 是我们这个商用车啊 这个机制路线当中 具备于所有新势力造车的 一个特色 等于是商用车行业的新势力 是新势力里面的商用车 车天或者恒丹 恒丹呢 因为我们恒丹的 以假人动力为主的商用车 工厂 跟假人这个推广啊 这个车天开工了 当时他想让我们搞电动的 我们跟他讨论呢 恒丹搞电动 不如搞假人 搞了假人以后呢 他这三百万的假人啊 就两万多的车 两万多的车 就把三百万的假人都消耗掉了 所以整个就形成一个 假人经济链 所以这条路线 现在我们认为 应该已经到了 开发结果的时候 事实上在推进 我们假存汽车的 产业应用方面 很多城市目前都已经 迈开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拍回来的这些 视频信息 三星呢 是假存的富济区 九路每期有1.4亿吨 按10比1来制的话 可以制一切四百万吨假存 换句话来说 一切四百万吨假存 可以支撑 14万辆这个中考 这个三星呢 本身就有中考 中考的博物量有45万台 而43%都15的更换率 每年可以更换600台 我们打算 加贵投入 刷100亿的资金 形成7亿的财业基础 目前贵州累计 投入运行的假存汽车 超过了1.80万辆 占全国以推广运行 假存汽车总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 投入运营 假存燃料 加注占超过80座 年消耗 假存约25万吨 替代汽油约15万吨 其中贵阳市累计 投入运行的假存汽车 达到1.79万辆 投入运营的 假存燃料 加注占67座 贵阳成为全球假存燃料 和假存汽车市场化 推广规模最大的城市 通过推广假存汽车 贵阳市汽油依存度 较之前降低了近8% 三西这个煤化工比较多 假存比较多 贵州呢 煤也是比较多 生财出来的假存啊 也比较多 而他们生财出来的假存呢 又要运到其他地方去销售 而其他地方呢 又要把这个油啊 汽油 柴油啊 又要运到贵州去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说你在当地啊 直接生财假存汽车 把你当地生财 这些假存产品啊 直接在当地 把它就地消化掉 目前在市场 已经渐渐地铺开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速度 这样的一个力度 跟你最初的梦想之间 有距离吗 那当然有距离 我们这次嘛 想象得很好 而认为这个推广起来也很顺利 可是没有想到 推广起来是很艰难的 因为这个要涉及到 国家的审批 因为全世界 包括全中国 就这方面上牌照啊 还是挺艰难的 我们那么多年来就为此而奔走 中央九部也很重视 在全国搞了四点 都是我们的车子嘛 国家的基层派吧 基层委还是什么 都要采用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甲村的汽车 对人的健康 生育等各方面 是不是构成影响等等吧 来后要医生出去报告 对吧 这个对人的健康 没有影响 对怀境什么都没有影响 做怀境评估报告等等 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艰难的 所以你刚才问我 是不是达到预期 那跟我预期比起来 稍微迟了一点 慢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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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中国那个电动汽车 到今天为止 是国家补贴了几千亿 是吧 而且的话呢 给予各种国家的路权 其他都不能开 只能电动汽车可以开等等吧 给的政策很多 才有今天这么一个局面的形成 而我们这也就是这个甲村的 这个能源啊 和绿色甲村汽车工业的发展 我们非常感谢 这个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 但毕竟现在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嘛 所以这个东西 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二十多年前 你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说 请给我一张准生证 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你此刻还想说一句什么话吗 这个要把中央精神落到实处吧 能够给各种创新啊 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让中国的各种创新活力啊 能够迸发出来 为世界啊 这个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 双碳达标 这个提供支持 让甲村汽车 进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 这个目标的实现 你觉得我们还缺一些什么 我觉得现在各方条件 其实都具备了 现在就需要国家的政策层面 怎么能够给一些支持 再发一张准生证吧 我觉得这个政策层面的话呢 就要鼓励 鼓励 绿色甲村 提交的是尽快出台甲醇汽车国家标准 在基本上已经可以正常销售了 这个已经没有政策障碍了 我们也不能作为一个企业 你经常的在国家层面 要提各种这个建议的话 或者呼吁的话 感觉到已经说了那么多年了 我们再说的话 是不是太多了 他是最有梦想的企业家之一 却被人称为疯子 他是最有情怀的企业家之一 为此不惜向国家恳请一次失败的机会 一个已经做了18年的梦 记载了他的酸甜苦辣咸 一个充满变数的梦 承载着一代企业家的何种使命和担当 对话 正在播出 说实话 我们造出来的车是要为百姓而服务的 请问甲醇汽车比起燃油车电动车 它是更省钱 更环保 还是更容易普及 你选择的答案是 更省钱 更环保 普及 现在不容易 有点难 那它跟最近大火的轻能汽车相比呢 便宜很多嘛 就买一辆轻能的同样的双用车 或买一辆甲醇的双用车 价格差三倍吧 应该是 四倍 差四倍 而且一辆轻能的汽车 国家给补贴一百多万呢 这里面使用成本也不一样 轻能源的这个汽车的使用成本是很高的嘛 是不是 是甲醇每公里 就是每一公里的轻能源的使用成本 是甲醇汽车的使用成本的两倍 那在未来的发展路径当中 您觉得甲醇跟轻能到底是对手还是对友 我们对甲醇汽车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轻能源汽车和甲醇汽车 那根本不在一个纯面上 甲醇它本身就是轻气 甲醇里边是四个氢嘛 一个胎一个氧嘛 它的分子结构就决定了 甲醇是最好的 处氢的一个载体 你今后还搞什么氢气气成呢 甲醇不就是氢气嘛 所以这可我们在您的脸上看到了 非常自信的笑容 其实大家都看到了 您为绿色甲醇的梦想 已经拼搏了18年了 今年已经60岁的你 那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很多人可能人家退休了 你觉得五年后 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希望五年以后啊 中国的绿色甲醇产业啊 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列条 为国家的能源安全 双态目标的实现 以及环境保护 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 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了 这一点我是充满信心的 心怀梦想的人胸中一直都有远方 真诚地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对话 祝福我们的老朋友 可以在未来看到自己心中的理想 真正地实现 谢谢李叔福先生 做客我们的对话老友记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